武林相传,天地双尊十八年出现一次,赏善罚恶,武林中有武功品德剧烈第一者,寄赠于赏善罚恶令和韩御功,使其成为武林至尊。 此后十八年掌管武林,杀尽邪恶之徒。至于如何断定谁是善,谁是恶,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的黄河七大寇,所有韭菜全都搬出来,所有银两全部放下,所有女人全都躺下,所有男人全部消失。 老外天啊,快点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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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别好凶啊。 还不滚 我的妈,要飞那么快啊,飞哪去了,哪去了啊?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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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个啊? 不要吗? 不要吗? 不要吃? 不行啊,我一定要吃新鲜手,新鲜脚,新鲜的心,新鲜的胆子,让我吃吗? 你忍一忍,这群都是些小贼,脏不垃圾又臭的,什么好吃的? 不要吃? 不怕,我吃完刷刷也喝杯茶 哎呀,如果你吃了人呢,不就让人家知道你就是十大饿人,吃人不吐骨头的李大嘴了? 不要吃? 对啊,人家也知道你是毒嚼嚼的 哎呀,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十大饿人,不把他们吓翻了 对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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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了? 胆子吓破,挂了 哎呦,那肉不治苦了吗? 就是啊 活不活了 不要死啊 拜托大家 统统不要死啊 我是十大饿人的狂尸 好自私啊,关顾自己吃 你说好要请我吃个鼻子的 嗯 嗯 鼻子有鼻屎嘛 有什么好吃的啊 那耳朵还有耳屎呢 你干嘛要吃啊 洗干净就行了嘛 你真烦人啊 来,请你吃吃手好了 吃吧 他肚子是不是饿了 怎么一直流口水啊 又一个被吓死了 其实是莲藕 他还以为是手呢 这个世界哪里有人吃人肉吧 真是的 椰花公 我现在太帮了 是死人 不心是死人 你好 就是危机 我又是死人 你不心是死人 你不心是死人 华东水灾 朝廷拨款七百万 梁州沿沙漢民间军营一千四百万俩 交由江南八十四家标局免费联保 给了你们二十万座保护费 谁知道在蒙古谷你们下毒手 杀死官兵两百七十六人 标局一百六十四人 把标营抢走 也导致华东灾民因饥寒而死 有四十七万人 你们说该不该死 公主 冤枉啊 那些标营是龙外双魔抢的 那龙外双魔是不是实打恶人呢 当然是了 那就说该死了 他们串通好了推卸责任 用不着跟他解释 恶人谷是武林禁地 他凭什么进来要人呢 就是这个 赏善罚恶令 不错 三天前 双尊把赏善罚恶令传给我了 我现在就是当今武林至尊了 不查清就是要杀我们 尽管来吧 我们不会还手的 好 我就不客气了 等一等 叶大哥 傅郎 主公 公主 燕某人一介草莽武服 公主是金枝玉叶 五年前我们成亲 所有人都说我们不配 可是结果这五年 却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 如果这个世界真有轮回 千事万事 我还是会选你为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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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阿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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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输了半招 我走 不过18年之后 我的船人再执掌赏善罚恶力 一定会学习恶人工 殷大哥 你没事吧 大哥 殷大哥 殷大哥 殷大哥刚才中了寒玉宫 全身经脉尽断 幸亏有我在 我为他吃了逆天丹 能不能救他活 命是保住了 可是以后神智全尸成了假死人 好 燕大哥是大好人 你救不了他我掐死你 你掐死我也没有 我真救不了他 这样子好了 我们合力把他儿子养大 把我们会的所有功夫全都传授给他 不就得了 可是 衣花公主这个臭女人这样子对我们 小萧 我看不如把他的儿子 只有你才想得出来 听着 我们把所有的坏事全都交给他儿子 让他将来把公主气死 好 好 好 是这个了 没错 就是这个 样子像我美艳无霜 骨骼柔软 经脉流畅 是学武的奇才 万中选一当然难得了 公主 给他起个名字 是啊 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好 这里是移花公 就姓花 完美无暇 就叫他做花无缺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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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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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人骨在哪里 在前面 过一点点就是了 什么一点点 夜里是一点点 心也一点点 点滴吗 偷我 谁要进恶人骨 是花 是花 谁有词意 你看什么看 我问你为什么不说话 为什么跑恶人骨来 做了坏事 做什么坏事了 杀人放过我 奸淫奴 能说出来的我全都做齐了 有没有吹牛 吹什么牛 我是江湖名荡高志深 还要吹牛吗 有没有骗过自己 那倒有 我老说自己赢阵 有没有赢过自己 每个大男人都会守阴 那有没有杀过自己 你耍我 你看 快捡起来 快捡起来 我是说我的手 抓着 你干嘛打我 没打你 两只手你都抓着了 我怎么打你 我不玩了 我走了 我不敬人 不能走 你抓过我的手中毒了 那会怎么样 小鸡鸡会烂掉 别那么大声 屁股也会烂掉 那我怎么办 不过没关系 我有解药 来 张开嘴巴 很甜的 当然了 苦口是良药 甜口是毒药 你别再刷我了 你把我刷死了 大哥 谁是你大哥 你不是大哥 那你是何需人 他就是恶人骨 十大恶人 唯一的低传弟子 恶中之恶 恶的不能再恶的恶人了 你就简简单单告诉他 我是小鱼儿不就得了 他不知道小鱼儿是谁 他敢不认识我小鱼儿 我就一定要砍死他 那我给你道歉好了 道歉 小鱼儿 小鱼儿 嘴巴娇妈他们在找你呢 拽不拉机台派个传令兵 跟我来 什么 派我去武林至尊争霸大会 是啊 除了派你去武林大会之外 还要你去找两个人了 对 哪两个人 其实我们以前不是叫十大恶人的 说的对 江湖上人称我们长江十大侠 是 我是长江一号 我是二号 我是长江三号 我是长江四号 我是长江五号 我你挖了头 我才是五号 那五九五了 那我是六 不要吵 二十年前黄河学题 朝廷播出一百万点用来救灾 那笔钱就是由我们十个人负责护送的 对 这个长江七号跟八号 这对龙外双魔就把钱给吞了 加买私逃 把我们害惨了 那你们八个应该跟他们两个拼了 我们当时被他们毒晕了吧 干嘛不把你们毒死 这一招才像狠毒 害得我们现在受千夫所指万人追杀 好 我们决定派你去武林城把那两混蛋找出来 喂 你们等一等 我不是你们说的什么长江一号二号 是 你是长江 我长什么江 你是长江后浪推浅浪 对 儿子 这可是你报个人的好机会 恩恩相报何时了 大家洗把脸把他给忘了吧 就算你不帮我们去找人 你也得把赏善罚的令拿过来才行 对 假如让人家拿着令牌杀进我们恶人股来 我们可全部都嗝屁了 是 既然那么严重 那么大家一起去吧 大家 那么谁是大 谁是家 大呢 当然是大哥理大嘴了 家呢 当事管家图浇浇呢 开什么玩笑 明明大家就是一起 对 有什么道理 大家去举我们两个人 行吧 大家都认为你们俩就是大家 对 好 就算我们愿意去 我们这副德行 人家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 对 假如你们两个愿意去 我就帮你们治好嘴巴和眼睛 治好的吗 可以 比伤风难治一点点 还比伤风难治一点点 是啊 18年来为什么不帮我们治 你们又没有找我治 我以为你们高兴有点特色 搞你老木 我不知道 这 这 你刚刚说搞谁老木 我搞大家的老木 搞大家老木 我搞大家老木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就是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都是大家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想办法找点帖子 干嘛 这种事你们两个去就行了 我第一次离开恶人谷 你们总得让我到处亡 不行 江湖险恶 你一个人到处乱跑很危险的 就是 不怕 我有恶人谷的标志 什么 吓死我了 谁敢欺负我 那倒是 我走了 小心点 记住三天后在武林城大门外见面 行了 照手点 小心点 原来我以前嘴巴拉长还真有够丑的 不丑吗 我觉得我独眼才够丑 不丑 你以前独眼说很美 现在更美美的冒泡 真的假的 真的 美女 你笑人家的了 俊男 走了 美女 走吧 俊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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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娘娘 今天只抓到这个稍微像脸人一样的 所以特地把它带回来孝敬娘娘 像这大便一样 谁知道能不能吃 把他拨醒 醒了 果然有几分姿色 这里是我的进宫 这些都是我的妻妾 小男人你能哄我开心呢 就饶你狗命 有了我之后你还要这条废物干什么 你会不会洗脚 我像是一个使男人变废物的女人 你会不会洗脚 娘娘 小人知错 小人这些水越血越冷 马上给您换一下 马上 马上让你做皇帝 烦死 给我带这个新人去洗澡 是 洗完了 洗好了吗 洗好了吗 你这样子只叫做泡完 洗澡也不脱衣服 老姐 眼睛在洗澡 你瞪着眼睛盯着我 你怎么敢脱 而且呢 人家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别人看过我的兵器 我还可以告诉你啊 人家 人家什么 人家 人家到现在还是个处男呢 那就非看过我 不要 不要 不要完了 什么这么大一根 你千万不要拿出来 免得你尴尬 我也不好意思 你的手 不要 我的手在这里 干嘛在假手上见 实际是这样的 在你没有抓我之前 有一票女人把我给抓了 他们说你一定会抓我的 所以把假手交给了我 叫我呢 不要把兵器交给你 只是把假手 原来你是仪花宫的人 里面的人听的 仪花宫少祖化无缺奉命围剿山贼 外人民 欠你半个许审出来投降 否则杀无数 娘娘怎么办 清场 快点上 还有这种事 死得这么怪异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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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着没什么人 老子先拉抛屎再说 兄弟 使下留人 兄弟 有谁 在下江玉郎性命危在旦夕正在 老哥果然有两下了 你好皮 看来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们合作逃生好吧 这位勇士 这位勇士 你居然可以栖身在这种恶心闷臭的茅厕 果然是天才中的天才 你老八我愿意给你结拜 好 那我得叫你称干哥 干哥 小心 还来这趟 干哥果然戒备森严 佩服 慢 有啥气 不正 有啥气 可以 不灵 不灵 走 小恶令掌门 宜花公主室 女山贼极其同党 营独一生 丁少公主幻无缺 前往剿灭 小恶令掌门 少公主 你千万不要穿女装 如果被公主知道一定会得怪我们的 如果被公主知道了 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谁都不许说 是 来 美不美 美 好美 你就在这里 我上去看看 好美 好美啊 哇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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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林那么大 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武林人士 可是不是什么人都有武林铁 武林铁是身份的象征 有了武林铁 就能进武林城 进了武林城 就能挣武林至尊 当上了武林至尊 就能呼风唤雨 呼你老爸 铁在人在 铁王仁王 我断 看你还能杀多少优铁之人 我砍死你 我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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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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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溜掉了 干什么 早照用美人计了 弄得浑身大坏 哪里有美人 尽在引擎 你说是你 你自己说我是美女的 好了 快把帖子捡起来 你是不是说真心痛 是了 捡帖子吧 那你发誓 发你个臭 有课的 行静 好 你 有什么 你 那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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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我干什么 大人我走 心怒 心怒 你真的很野生 看不出你还真有意肖 说得好流利 这雨好像思春击的 波米特术 武林名捕一窝蜂 久仰久仰 要你们劳师动众 真是不好意思 您太客气了 能够得到北海神僧的赏识 成为这次武林至尊大会的评判 应该说是我铁心兰的光荣才对 好 请 请 想不到现在武林这么多闲人 就是 还得一个一个的打上去 打得手都软了 不但打还得这样呢 这是什么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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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盯着我 在哪里 好像是卢外双模的 这吗 试试他 他跟我眨眼 没什么反应 让我来 不是眨眼 他是毒眼 是吗 嗯 嗯 嗯 认不认得我啊 我不认得 怎么样 不认得 尹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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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 这次武林大会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是他付的 他隔壁那个有什么人 大美女 秃头那个你可看成是美女吧 殷敬殷敬 可惜 招呼不周 请各位朋友多多包涵 请 李翁 这是小儿御郎 李伯父您好 令公司果然英伪不凡的 真是一表人才 这次武力盟主非他莫说 干哥 王康朋友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好不提 你看 你的提的在我这里吗 你是忘记了对吧 请上座 李郎 爹 这位是我的救命恩人 前几天不是跟您说 我摔下山崖就是得到这位英雄相救的 这是我爹 他是 你贵姓 焦 他姓焦 开个玩笑 让我自己跟他说吧 好 铁布都来了 我过去招呼一下啊 拜托嘴下留情 请便 请便 我过去招呼一下 不招呼一下 不招呼一下 铁布头 金铁是吧 请到上面 我带路 不招呼公子 好 来来来来来 干杯干杯干杯 人家等是很没礼貌的 不过不等人家也很没礼貌 你这个死不要脸的大庭广众的说我 那算不算有礼貌 不过这个人很值得我们的 你看来了 刚才那些好像不够看 在哪里 客气 请 不用客气 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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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是主有礼 花公子 请 花公子 来了 可来了 吃到总比不到好 撑死总比饿死好 来来来 开动开动 对不起 对不起 在下花无缺 习惯了 来 独饮独食 独断独行 现在来是想告诉大家 我不跟大家一起吃了 干杯 嗯 请 请 这不是那天我见到那个女的吗 撞到我左眼 吃东西吗 演讲啊 武林人士千奇百怪 尘是什么人都有 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 吃东西 吃东西 在下北海神僧小黑大师 没青雕 想摸我的底 好 在下松花江天刀锋绝命炎炎主向前一彪 没听过吧 没关系 嘉师的名字你一定听过 他就是小李飞刀李寻欢 拽吧 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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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 请 不知所谓 我绝对肯定那两个 一个是你大嘴 那个是土娇娇 另外那个是燕南天跟一花公主的儿子 燕南天夫妇十八年前在恶人谷一战 两败俱伤 之后 他两父子就不知所踪了 燕南天非死即伤 他有恩与十大恶人 所以 他们一定会把他儿子养大 依我看 一定是那个臭小子 是就好了 到时候我可以拆穿他是从恶人谷出来的 三言两语 就可以把他踢出局 开正经事小鱼儿 你去给我基建华虎去 为什么要基建他 整个武林城里也只有他有条件跟你斗一斗 只要你把他基建了 破坏他的声誉 他就当不了武林至尊 他当不了武林至尊自然就是你当了 那也用不着我去 你确行 我 到时候我也忙别的 那你忙什么 我要喊人这个嗶嗶 然后把嗶嗶吹响 通知他 带人到现场坐监 那也是 假如他是女的怎么办 女的 女的我就有空了 到时候我就不用喊嗶嗶了 我自己上就可以了 倩 敲敲那德行 这肯不肯 对 用迷情三宝 所谓迷情三宝 就是迷鲜酒 淡魂粉 激情组 这身如果多用了 到时候不上马就会七孔流血 你怎么背手背脚的 上 看到什么 不管他什么 我撑不住了 快点下去再说 快点 出去 去把风 来 妈 你吓死我了 小姑娘 你的波好大 让我摸摸 行不行 让我亲一口 行不行 好 你干什么 刚刚说的哪里 没什么 你说弄好了 想走了 对 我先走了 你 你说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这十八年来 我含心如骨 把你养大成才 醉吧 到了今天 你翅膀挡硬了 我 居然开口叫我先走 男的醉吧 十八年来 你还第一次对一个不男不女的人 产生想十分给她的感觉 你居然想占为己有 好 我成全你 我先走 看你对不起我 看你有什么脸来见我 雅儿子 雅儿子 嘴巴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哭 这十八年来 怎么样 放在心里面的感觉 你说 你说 我的双眼全把我给出卖了 看着我的眼睛 再看 再看 我现在流露出尊敬你 看到 看到 崇拜你 孝顺你 看到 我一直把你当成恩人 谢谢 亲人 别这么说 还是圣人 我真没想到你 我不对 我对我喜欢的人有瞎想 还想施生给他 我是想说我 你是不是人 你说 我不是人 你走吧 我先走了 那就行了 对了 如果他是男人 我待会儿叫你进来 就这样 小月 兔崽子 出来 我怎么了 我刚刚只说不跟你争 没说不可以留在这里看 你烦不烦 你说我凭什么要把你给留下来 让我留下来看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 我可以现场教你 懂 我每周都懂 你在这我就不行了 什么不行 上次一两百人围着我 我还是一样 别说那么多了 别烦我了 走别的地方去行不行 快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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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 快点 快点 什么事 放点什么事 跟我来 还不问我为什么要进你房间 你为什么要进我房间 我进你房间 手刀很精致 说 为什么要进我房间 是啊 我为什么要进你房间 什么事 他 让我来 讲话不要动手动脚 不然把你手砍掉 又被人骂了 你怎么说怎么好了 反正我这 不行 不是我摸你 是这假丑摸你 我的针手在这里 所有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为了一个原因 我不妨跟大家说 这个原因就是 就是 就是为了他 武林城最近出现了 小姑娘 你的不好打 让我摸一摸行吗 武林城最近出现了一个蒙面变态狂魔 跟我来 专向男人偷袭 心迷厚奸 奸完就杀 我跟踪这个受害者到这个房间来 藏身衣柜 无非都是为了警恶惩监造福武林 把你的假手拿开 对不起 小姑娘 你的不好打 是你让我摸一下好吗 看他的样子一定中了明仙粉了 那个彩花贼 不是彩花贼 是八草贼小龙女 那个八草贼是相当的卑鄙 被他先走一步 算他命大 我本来是跟武林一窝蜂一二三来把他铲除的 我的波 有花不彩你去拔草是吧 我们女人全都死光了 别说那么多了 快给他吃解药 他中毒非常的深 相信普通的解药已经帮不了他了 试试我的 我的波 找到没有 找到了 大的没找着 小的将就用着吧 这么大一棵 怎么吞呢 用酒 比较容易吞一点 不要 怎么会弄成这样 拿开你的假手 有的时候真真假假很难问 你真是幸福 完了 他引气往外冲 完了 小姑娘 你的波好大 让我摸一下好吗 看来大家都有问题 我还是先把他带回去吧 站住 先把你的问题说清楚 对呀 一定要说清楚才行 根据这位受害者的口供所说的 我还没想到 还有没有 他可以做出了 二人 是 你 有时候 还可以做出了 这一段时间 我没想到 谁 好 你 会 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是畜生啊?没有感情的?你们还要让我搞多久啊?尽快搞完把都放进去就算了?那还要怎么样? 你不会吧?我们是想是 哎呀,你还过去,她回身吵死了 我只是给你一匹马叫你骑到城里去,去找一家妓院找个小姑娘搞 什么?你是说让我骑着马去城里找个姑娘?是啊 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刚刚跟那匹马 我来吧 你怎么回事? 我来吧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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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事? 我去盘望他们 你不要冲动 现在还没有证实他们是不是荣耐搜膜 等我晚上想个盖世学招摸清他们的底 走吧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哪里哪里 请坐 好 比武抽签仪式 现在开始 比赛开始 集思帮的草生飞对新联线的欧阳华 真丢人 让人一脚踢来了 走走走走走走 有位子做了 行 李皇太 快点去 骂错人了 诚会同心心 经过一番龙争虎斗 六强已经产生出来了 他们就是 典仓派的陈岸仓 武陵城的江玉郎 武陵新秀小鱼儿 武陵城城主江别鹤 伊花公的花无缺 还有天山派的武天庄 武天庄 你也敢跑来征武林至尊 你当强奸民女是你愤奈之事吗 什么强奸民女 你发呆随便乱瞎拍 你怎么说都行了 天山那么高那么大 我干什么你知道吗 天山山山高树大乌少人戏 全山四乡十二村 南丁一百二十人 民女四十九人 上个月月圆之夜 你醉酒闹事 打伤陈氏兄弟 还强奸了他们的妹妹 天山上下谁不知道 你是什么人 怎么知道那么多事啊 全国的巡城马都是我神僧的眼界 我每天收的飞鸽传书不下三千锋 我在长安光位鸽子的时 每天不下十弹 你说天山发生什么事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善哉善哉 你就是陈岸昌 我知道我没资格参加 告辞了 恭喜四位可以进入总决赛 师父 您看小鱼儿和花无缺 谁能够打赢谁 无所谓谁打赢谁 小鱼儿的存在 只不过是方便我们对付仪花公主 师父 徒儿的前途就交在您的手上 只要进入决赛的是小鱼儿 只要进入决赛的是小鱼儿 花无缺跟你两父子 那这一届的福林之尊 就一定是你 爸爸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不等了 谁爱风流高阁调 共联时事练梳妆 苦恨年年压金线 为他人做嫁衣裳 连连连 你们是春心冻了 念这种玩意儿 你们知不知道 这是犯了公规呀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听里念的一个晚上才学会的 有这种事 对了 那个小鱼儿真可恶 你们说该有什么办法对付他 就是啊 尤其是他那双眼睛 好厉害啊 盯着你的时候 叫你的心扑通扑通乱跳 真想把他挖出来 不过他老是嬉皮笑脸的样子 你也没办法生他的气呀 受到废训一会 华无缺 双尊 深夜禅照 情非得已 辛苦你了 何出此言 华无缺 论武功 你是一现一 论人品 你是一等一 正因为这样 所以你招人计计 四面是你 现在已经深陷血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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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不用再叫了 着地了 好 搞定了 你没事吧 我一定是摔下来的时候 把脸给摔裂了 是吧 你到哪儿去了 你不要离开我 你到哪儿去了 我在这里 谢谢你姑娘 不错 自从在贼窝见过你之后 我就告诉我自己 是你了 我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等的女子就是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在你走了之后 我闭上我的双眼 因为我怕 张开的时候就看不到你了 只能看到平凡 有一般的人 我一直想 我 我 你要不要紧 不要紧 不要紧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没事 真的没事 我只是跟你说话太多了 一下子咽不下口水 是血 啊 血 哎呀 情到身世 血浓于水 当我再看见你 你在情世里出招收招 我就已经知道 你对我实在太好了 我一直在想 假如要死的话 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 我 现在果然天聪人缘 背中不足的 就是梦境不能成真 挂了吧 你的梦是什么 是 一中欲人 深深入 半点珠唇 浅浅浅浅 我太过分了 不过没关系 其实所有的人 都会带着一两个梦 离开这个世界的 所以我也不 看以后 为了这一囯 只要我小 Although能够逃出升天的话 我一定娶你为妻 感动了吧 赢翻了 撤退 龙静成针 虽死有生 我想起来了 我是有解药的 你帮我拿吧 低点 再低点 不是这个 糕点 不是这个 对 是这个 谢谢你 把它嚼碎喂我吃 有一种要嚼碎 这种用不着 厉害 厉害 什么事 没什么 有东西顶着我 晚上上街的时候我一定戴这蜡烛以免迷路 帮我点招 帮我点招 那边有面墙 我过去看看 还是湿的 一定有出路 我来试试 好 果然没错 跟我来 我们刚刚说的话 就这么说定了 好 记得等我 已经走了一个晚上了 是啊 你说有好东西 到了 前面就是了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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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 这样 开了 女人 是啊 好货色 女人是好货色 不 我们不好色 对了 龟公大侠 叫我龟公好了 龟公不好听 叫公公 好说 对了 你的农情好意 我们心里好 什么意思 是不是不想付钱 不是 不是不想付钱 来 进来 来 阿娇 是她 是啊 让你们两个重温旧梦 女人我们真的没兴趣 什么 你们两个花花拳 看看谁先谁后 不用花拳了 不可能 行吗 当年你们两个拼了命追求人家的 当年 当年相恋一众人 你怎么这么肉麻 看到老朋友当然肉麻了 笼外双模 什么 笼外双模 瞪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我们两个是谁 性感艳丽屠娇娇 当年英俊潇洒的李大嘴 我可真的不懂 不懂 尖狗 不认得人也该认得钱 当年你们两个偷了华东救待的善款现场哪里去了 我懂了 你们俩就是十大个人 不是我们两个 是我们四个 怎么像切橘子一样 这么多人 请客 李大嘴 图佼佼 欢迎光临武林城 跟你们讲个话呢 跟人家聊聊啊 我们红山霜 你们终于把你们给引出来了 被他们拆穿了 要想办法救他们 他就是李大嘴 抓住他们了 追 追 快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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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点 不然他们会被人砍死了 这两个就是双尊 住手 要杀恶人谷的人 就交给我杀吧 我跟恶人谷的人 有不共戴天之仇 当年我一家八可 打算上京赚钱 可以荣华富贵 谁知道经过恶人谷 居然全死光了 大家听好 让我去一下那狗命 恶人谷的迷宗大 为什么你用逃命的迷宗弹 不用夺命的绝命弹 我是打算用夺命的绝命弹 不晓得谁把迷宗弹放在我身上了 好 我去问个清楚 干什么挡着我 让我来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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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严了 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里 老姐你假话真权威 师父 遵者 武林城市争夺本届武林至尊 一位之地 一切是非黑白 恩怨情仇 都只能够在比武场解决 此乃武林规矩 江湖定立 假如大家不遵守 就失去这次来这里的意义 尊者有力 不敢不从 无缺 请 至尊今天驾领武林城 实在是为大会增光不少 我徒弟花无缺武功虽然不错 可是江湖阅历太浅 我这次来是看着他 免得有人在他身上施展什么诡计 对了公主 已经有人在花大侠身上施展轨迹了 谁那么大胆 就是刚刚被您找回来的小鱼儿 小鱼儿 他跟花大侠的感情好像很好似的 只怕明天一战花大侠不忍心对他下毒手 我苦心栽培花无缺十八年 就是希望花无缺能成为新一辈的武林高手 如果他敢违背 我就要他不得好死 公主千万不要这样 年轻人可以慢慢的教 教他未必听 但是如果他吃了我这一颗移花弓的夺命丹 一定会乖乖的听我的话 万一花无缺不听话 十二个时辰之内 得不到我移花弓这颗独一无二的解药 就会吐血身亡 那花无缺一定会打败小鱼儿 乘主 这次花无缺一定会当上武林至尊 你们想好怎么样辅助他吧 花无缺武功盖世 我们早就不敢奢望了 担心的是至尊之味烙在小鱼儿手上 我现在就去找花无缺 你们三位不必送了 请请 谢谢公主 这老巫婆刚刚喝了我们的狂花酒 这么一点事都没有 狂花酒是慢性毒药 无色无嗅 喝下去不会有特别感觉 不过用一次真力就补不回来了 功力会慢慢消失 只剩下三成 受一点点刺激就会发疯 你真不愧为拢外双魔的毒魔王 大哥你也不愧为千面魔王 我们易容这么多年冒充江别赫河神僧 一直都没有人看出来 爹跟师父我觉得都了不起 不用奉承了 你快点准备明天克制移花公主的武器 爹 你来干什么 我来是想叫你在明天的比武里面 出尽全力打赢我 你怎么弄出这个样子 我也不妨告诉你 我已经练成功了 蓝面温神神功 在明天的比武里面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我是不会手软的 假如你不全力应付就不要怪我 白小双的古今神功绝技总纲 蓝字布 在我记忆中 有蓝氏绝门刀 蓝家拳 蓝田暴御手三种 没什么蓝面温神神功 你不要再相信这些传说了 神功绝技总纲的内容 是六年前编定的 最少有两百多种绝技没有编进去 相信我 不可能的 我师父说这总纲是绝对齐全 你到底搞什么鬼 你的脸 我知道 世上根本就没有蓝面温神神功 你是在骗我 你是想死在我的手中 为什么 为什么 不错 我是骗你的 是因为 自从那天我们第一次开始 就是这一文 我就完完全全的属于你 不要再说了 我不能不说 我要在临死之前 说出我要说的话 不要再说了 我觉得死在你手上是值得的 怕是怕的是 明天你比我不忍心下手的话 你会被你师父骂你知道吗 你自己都快没命了 还要为我着想 我怎么下得了手 怎么忍心下手 你 你不要哭吗 你哭我也要哭了 他对我一片真心 我怎么可以骗他呢 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他 18年来我是怎么教你的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千万别把自己当女人 我可以对任何男人有好感 保持唇音之深 接了赏善法额令之后 把神功练到绝顶 光大师们 完成师父的心愿 可是你居然为了跟男人流眼泪 而且是为一个从恶人骨出来的坏蛋 你真是太叫我失望了 徒儿之作请师父息怒 我没几种徒弟 徒儿明天一定尽力而为 好 吞下去 罗刹斗命单 明天你要打赢小月儿 假如没有我的毒门解药 明天你一定会毒发身亡 谢谢师父18年养育值 我吃 我去不要吃 好 明天比武场见 你这何苦呢 你死 你死者 合ec 现在决赛剩下四位 分为两组 第一组小鱼二对花舞圈 第二组江别鹤对江玉廊 迷雾决赛现在开始 请出招 快 快 快 换我去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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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放大 好 义武的规矩是不可以有第三者插手 更何况你暗箭伤人 虽然你是上界的武林至尊 也不能例外 就算在场武林人士不怪你 燕大侠也不会原谅你的所作所为 哪一位燕大侠 就是在大明湖畔跟你海誓山盟 恶人谷外跟你隔袍断意的燕南田 隔袍断意 夫妻警觉 还有 自己的亲身骨肉也弃而不顾 反而在外面收养一个弃婴花无缺 花无缺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花开花落 花无缺 花开 花无缺 五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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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前臣 你有没有对不起燕大侠 纵然有悔 我问心无愧 好一句问心无愧 凭一句问心无愧 你就偷袭他 我说 我不是人 我对不起我儿子 我对不起我儿子 我害了我儿子 看来我们已经很弱快出手 妖父 你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 还敢来捣乱 我对不起我儿子 我不是 我对不起我儿子 我害了我儿子 我的本节 快走 抓住他们 好汉不知眼神规 走 走 不见了 我父子联手把妖妇制服 是为了武林着想 乃为要责怪江某的话 请站出来 江某一定负经请罪 既然小鱼儿和花无靴退出 就请城主和江玉郎一决胜负 以定本届的武林至尊 等等 师父 爹 做儿子的怎么能和您争夺至尊之位呢 好 老衲就宣布 本届的武林至尊就是江大侠江边货 等一等 欢迎光队 各位 论武功选拔 江别贺是这次大会的第一名 可是赏膳罚恶令 绝不可以交给他 因为有人向我们密告了江别贺的罪状 我这里有一本账簿 是一位少年侠士忍辱负重 在女山贼黑寡妇的贼窝偷出来的 3月21日 江别贺下令截杀龙门镖局红镖 得赢200万两 我方占80万两 7月14日 江别贺下令裸接山东千百万的独女 得赢300万两赎金 我方分100万两 私票11月初期 江别贺通风报信 结四川赈灾捐款 得赢1000万两 我方得五成 共500万两 原来你一直跟那些江阳大盗在勾结 江别贺 你真的该死 双尊 冤枉 没有冤枉 这本账簿是你亲生儿子交给我们的 你 爹 我实在受不了良心的责备 您太过分了 我虽然是您的儿子 可是我不能够再让您这样子害人了 爹 你觉悟吧 你 你这个混蛋 爹 爹 爹 我杀了你 您打 您打死我吗 只要您肯收手 寒儿死不足惜 爹 回头是岸 你这个混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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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出卖你爹 爹 您这么健壮 我不出卖您 不是要再等几十年才能当武林至尊吗 爹 你们早点安息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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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他死了 你们打死我爹 来 别伤心了 你大义灭亲 我们会支持你 对了 各位 本届赏善罚额令的得主是江玉郎 他也就是新的武林至尊 不行了 我武功那么差 我怎么能当至尊 我们说行就行 你还是不是出难 是 是就行了 对了 你是纯阳之体 我们可以打通你的生死玄关 等你炼成韩玉公第九重 韩兵列火掌 到时候就天下无敌了 参见至尊 参见至尊 我们现在传授给你的是韩羽公第九重的韩兵列火掌 我成功了 我终于炼成了韩羽公第九重韩兵列火掌 可苦了我们两个人了 是啊 两位师尊一定元气大伤 让我来安排两位休息一会儿吧 岂子是元气大伤 三个月内自身难保 快找人保护呢 这是当然的了 你 我一直都信奉趁你生病要你性命这条荆轲玉律 这一掌镇断了你们的三条经脉 你们以后武功全尸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们太辛苦了 每十八年就赏善罚恶一次 都做了几十年了 以后有我连任就不用再选了 你好多 毒 毒我就要了你们两个的命 这一掌镇断了 这里一百万领银票 给你们养老 马上过滚 你 师弟 浩瀚不吃眼见亏 要钱总理没钱好 我们走 玉郎 玉郎是你教的吗 是 至尊 为什么把他们放了 不杀他们灭口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啊 Brock 好不好 什么 什么 有 没 记不记得 我曾经说过 一定要娶你为妻的 戏言跟诺言 只差一个字 你对夫妻 如果能够在生离死别的时候 还一样深爱着对方的话 他们一生一世都会是夫妻 我希望 我希望一生一世都跟你做夫妻 就从今世开始吧 恭喜新娘官 恭喜新娘子 我们去拜堂吧 月儿 我好冷啊 无趣 拜堂之后 喝过交杯酒就不会再冷了 不认识 今儿何 新人交拜天地 再拜高堂 夫妻交拜 死人公道 你哭什么 今天是大好的日子吗 岂有此理 你有完没完 应该嘻嘻哈哈的才打进打理了 绿儿 其实你明知道我过不了今晚 为什么还要娶我 因为你是我唯一要娶的人 去做你一业丈夫 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又很苦呗 我去 别跑 谁在玩们大吵大闹的 我出去看看 快 我去 我觉得越来越冷 到处都很苦 不要怕 外面杀上门来了 叫妈 你看着她 好 我跟你去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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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恶人骨那边也敢闯 你不要挨手挨脚 我们忍了黄山双隐几十年 今天要把他们砍出漏将 你们就是黄山双隐 就是赏善罚恶双尊 你们干嘛怕这些小角色 我们被江玉兰暗算 废了武功了 你们快把一百万两和他们交出来 不然连你们也杀 一百万两 是啊 江玉兰怕我们不死 给了我们一百万两银票 被人追的魂都没了 岂有此理 一百万两拿出来帮你们摆平 给他 快给他 走吧 你不是帮我们摆平吗 我是帮你们摆平身后事 走了 如果跟我小月和李大嘴拼命 谁的机会大 我看是一半一半 或者是同归于尽 对大家都不好 如果大家肯走的话 给我 还得吐出来 给我 这里是一百万两 大家可以拿过去 分了它 怎么样 好吧 就给你的面子 收下一百万两 拿去吧 好 你们干嘛还成亲 他过不了今天晚上了 你说这好听你的行不行 过不了今天晚上 说点几句话 那他过不了明天天亮行了 还说 不行 我们两个老糊涂把事情弄成这样 无论如何一定要救花无缺 没用了 世界上唯一的解药全被他们毁了 救不了无缺了 是啊 那也不一定 只要我们两个人用绝顶的内功 就可以把他体内都逼出来 你们的武功都被人家废了 还逼什么逼 他就是绝顶高手 废话 废话 他经脉全断了 已经是个活死人了 功力再高都没有用 这你可说错了 他现在情况就像是一个没有钥匙的宝藏 只要我们找到了钥匙 就可以把他的功力拿出来用 真的 我教你打开他的奇经八脉 用乾坤大挪移手法把他的功力引进你的体内 就可以救花无缺了 对 爹 清非得已 如果爹同意的话就表示一下 谢谢爹 还等什么 好 好 小月 他长得蛮漂亮 爹 你跟我说话 你说无缺很漂亮 爹怪你漂亮 怎么 这样也能存功力 当然可以了 不行你试试 好好 对不起 你想吃豆腐 好 鱼儿 你跟爹说 我很感谢他 我好多了 爹的内力在你的体内 他 爹 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收回内力 爹 燕大侠已经去了 爹 爹 燕雷哥 他因为知道夷花公主已经死了 自己生存下去没有意义 他不保留自己的内力 是希望你们多一点力量去报仇 报什么仇 你们说的江云然已经练成了寒冰烈火掌 我们去报仇只是送死 是的 鱼儿不要去 其实寒雨宫第九重 除了寒冰烈火掌之外 还有一种更厉害的武功 狼情妾异剑 狼情妾异剑 这种剑法是要两个相爱极深的人同时使用 才会有效 可以把两个人的功力增加十倍 你们两个既然可以生死与共 当然能用了 拿着 狼情妾一剑真的可以克制寒冰烈火掌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两个臭男人又没爱过 无缺 得拼一拼了 我们不找江云郎 江云郎以后来找我们 富郎 就照你的意思吧 你们要记住 你们两个爱得越深 剑法的威力越大 他们练人好过瘾 我们也练吧 好 你们像狼情妾异吗 男人像什么 是啊 狼情妾异剑没法教了 剑夫淫妇剑怎么样 我干 干 好 好 啊 现在白无常变成了黑无常 黑无常变成白无常了 你们两个狗男女还有胆子回来 你还没死 我怎么舍得不回来 江玉郎 你连你亲生父亲都敢杀 你还有资格当武林至尊吗 大庭广众 不要跟他们计较 拿酒 是 二位 你们一定是误会至尊了 请坐下来喝杯酒 让老衲慢慢给你们解释 没事的 我看你能放什么屁 其实至尊很欣赏二位 老衲先敬你们一杯 来 你 你用狂花酒害死我吗 现在你也该自己尝尝了 不可能的 短短半个月 你们的武功怎么进步得那么快 我们勤练武功 当然比你每天设计害人强 你不要以为你徒弟做了至尊 将来你会有什么好处 他杀了我们之后就会来杀你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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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兰 你不会的是吧 你帮他杀父 又害死我师父 废了双尊的武功 你知道他太多丑事 他一定会杀你灭口 不会的 不会的 玉兰不会杀我的 我是他的师父 玉兰 我是你的师父 走 看你往哪走 看你往哪走 你 杀叔 刚刚你为什么不解决他 见不着眼 会伤机无辜 拿他来 江玉兰呢 我看他就快到了 没想到几天不见你们练了这么邪门的剑法 这就是专门克制你的狼情窃义剑 是吗 我倒想见识你的狗男女剑法 寒冰烈火掌过然厉害 不要怕 我给你念狼情 好像不大够 再来 让我来 怎么样 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废头烂铁 要走 要走 糟了 剑夫赢副剑 剑夫赢剑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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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牌子已经害了太多人了 把他扔了 不要 我们把他给留下来 将来我们的儿子女儿不听话的话 我们就用赏扇罚的那样打他们 走了 他们两个真是狼情情 羡慕死人了 我们也练过肩肤淫腹剑 我看不如我们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干嘛 那你跟牛来一次 我们不就扯平了吗 吓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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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